第八百五十二章 地心生灵江 巨大的赤红光阵笼罩着大地 同时也将那凶狠的三头魔胶牢牢的困在其中 只不过此时这位苏莱凶悍的妖手 望着半空中那笑眯眯的将他给盯着的林洞 面色却是略微有些难看 这位朋友 我们之间没有太大的恩怨 这样 那生生玄灵谷我也不要了 咱们和平收场 如何 三头魔胶脸庞超处理一下 旋即冲着林洞干笑道 你也看见了吞噬祖福了吧 林洞笑道 三头魔胶眼瞳缩了缩 面色有些不太自然 先前林洞如何解决到寻云 他自然是看得一清二楚 而且心中也是因此而掀起了不小震动 那学允乃是货真假时的 先浮尸小成静的强者 强大的精神力 即便是他想要战胜都并不容易 然而 现在这倒霉家伙 却是如此轻松的 便是被林洞所解决 虽说这绝大部分是因为吞噬祖福的力量 但林洞的一些狠辣手段 也是让得这同样心狠手辣的家伙有些心惊 你想怎么样 三头魔胶咬料牙 说道 我可不想暴露我拥有吞噬祖福的消息 所以知道这些消息的人 恐怕我留不得 林洞声音温和 但那双目之中闪烁的冰冷之意 确实让得三头魔胶心头为尘 三头魔胶面色变了变 旋即双目阴狠地道 林洞 我知道你手段极多 不过你若是要逼我 我也有手段让你付出不小代价 哈哈 在这焚天顶当中 你也有资格说这种话吗 林洞文言冷笑出声 袖袍一挥 头顶之上的吞噬祖福呼啸而出 直接是化为一道黑洞笼罩了阵法上方 而后吞噬之力席卷出来 而随着吞噬之力降临下来 那三头魔胶顿时感觉到体内的力量竟然是在一丝丝地流逝着 当即心头涌上一股悍然 这吞噬祖福果然诡异 难怪被称为八大祖福之中最为神秘的祖福 要收拾你或许的确有些麻烦 不过我却不急 只要将你困在这天分阵中 吞噬祖福自会将你的力量一丝丝的吞噬殆尽 林洞望着那些面色与其害人的三头魔胶 但笑道 小子 你好狠 三头魔胶文言不由地怒道 彼此彼此 大家都肥善人 何必说这般话 林洞嘲弄地笑道 今天若他是失败者 恐怕下场还会击散数倍 他可不是什么初初茅庐的小子 你现在便在这里安静地待着吧 林洞声音落下 就与转身顿出这坟天顶中 等等 三头魔胶见状急忙出声 若是林洞真的将他给留在这里 他的力量真的会被吞噬祖福尽数吞噬掉 而到时候失去了力量 他就如同带宰的羔羊 林洞脚步一停 淡漠地瞥着一眼三头魔胶 我告诉你一个寻领导的秘密 你放我走 如何 三头魔胶咬咬牙道 林洞眉头挑了一下 但依旧是未表现出太大的兴趣 那说来听听 你先放了我 我便告诉你 三头魔胶目光一闪 说道 你的命都在我手中 所以你可没资格和我讲条件 我同样精通精神力 待得你力量消失殆尽的时候 直接动用精神力搜索你的记忆便可 林洞淡漠地道 你 三头魔胶的面色顿时变得铁青起来 想来是没想到 林洞竟然如此油颜不尽 说不说 林洞斜瞥着三头魔胶 道 三头魔胶面色变幻 半晌后终是颓然了下来 说道 这座玄陵岛上最大的宝贝并不是生生玄陵果 而是那湖底的深处的地心生灵江 在说出最后几个字时 三头魔胶显然是用尽了所有的力气 满脸的不甘 地心生灵江 林洞听得这个名字 现在是愣了愣 玄际面色突然的有些动容起来 想来也是听说过 这种比生生玄陵果更为稀罕的天才地宝 这所谓的地心生灵江极为的罕见 而且对于处于生玄陵的强者而言 都是无疑如同神物 其中蕴含着天地间极为纯粹的生机之力 若是能够将其吸收炼化的话 即便是一些生玄陵大成甚至圆满的强者 都是能够获得极大的匹 也就是说 这地心生灵江 即便是那些处于生玄陵圆满的强者 都是对其无比的垂险 如果此番这玄陵岛传出的消息不是生生玄陵果 而是地心生灵江的话 恐怕现在来的强者就不是卫松徐允这些人了 而是哪些踏步了生玄陵大成圆满的真正强者 当然 若是面对着那些等级的存在 现在的灵洞怕也是只能退避三舍 除非他也是能够踏入生玄陵 不然的话 与这些强者看好实在是太过勉强 这玄陵岛会诞生生生玄陵果 恐怕也是因为那地心云江的存在吧 灵洞饶有兴致的盯着三头魔胶 突然道 你知道这里有地心云江 为什么不取走 以灵洞的谨慎 自然是不会直接被这地心生灵江冲昏了头脑 这三头魔胶在这里这么多年 若是有这等宝贝 他还会不动手 地心生灵江在玄陵岛的最深处 哪里有一片地心岩浆包围 我进不去 三头魔胶咬着牙道 若是他能够早点得到地心生灵江的话 恐怕早便是踏入了生玄陵大城的层次 到时候灵洞这些人还不是任他揉捏 灵洞目光盯着三头魔胶 片刻后笑着点脸头 说道 我待会儿会去查探一番 若是消息有假的话 后果你应该清楚 话言落下 他也不再理会那三头魔胶的怒吼声 身形一动化为红光 顿出了坟天顶中 你个混蛋 三头魔胶见到这一幕 顿时一通咆哮怒骂 许久后方才逐渐的平息下来 然后在坟天阵中盘坐下来 手掌摸了摸光溜溜脑袋 那低垂的眼中突然掠过一抹猙獰鬼笑 清澈的湖泼之上 一股股狂暴的进风席卷开来 两匹人马混站在一起 似杀声冲天而起 显得相当混乱 磅礴原力自卫松体内爆发而出 而后他猛的一掌排出 一道原力匹链撕裂半空 狠狠的轰向古燕 想猛的进道 将后者震退时竖步 古燕 你们这些人马可奈何不得我们 哼 我知道你把希望都放在那个灵洞身上了 不过你还真以为 以他一人之力 能够同时对付一名仙伏师 以及一名升玄境小城的妖兽强者吗 魏松视线环顾周围 然后在天空上悬浮在巨大顶炉上蹲了蹲 冷笑道 他这么久没出来 说不定早已为徐兄与那三藤魔教联手斩杀了 我奉劝你 还是早早地撤手离去吧 不然到时候或许连后悔的机会都没了 魏松大笑一声 周围哪些魏家人马也是随着哄笑出声 在胡佩的周围 那莫展以及韩涛等诸多人马也是并未就此离去 他们显然是想要看看 接下来的场景究竟是谁能够占据上风 不过按照他们的想法来看 正常情况下 林栋必定是凶多吉少 毕竟不管他手段如何之多 但拿徐云与三藤魔教的实力却是相当的强横 而他本身只不过只是九元涅槃境罢了 听得着魏松的一番言语 古言以及古家的子弟面色也是有些变化 若是林栋真失手的话 那他们此次就算是彻底的失败了 到时候不仅生生玄灵果捞不到 如何脱身都是问题 古牙咬着嘴唇 毛子中满是担忧地望着那赤红顶炉 小手搅在一起 呵呵 看来这结果倒是会让你挺失望的 然而 就在古家子弟心头忐忑间 一道熟悉的笑声却是突然响起 接着众人便是见到 一道红光自那分天顶之中掠出 最后画为一道人影 那番身影正是林栋 而当他现身的那一刻 这湖泊之上的气氛几乎是瞬间凝固 那魏松等人脸庞上的笑容缓缓僵硬 一旁的莫展等各方人马强者 面色也是逐渐的凝重起来 这先出来的竟然是林栋 难道他把那学云以及三头摸娇都解决掉了 莫展等人面面相觑 皆是从对方的眼中看出了一抹骇然之色 这家伙究竟是何方神圣